非洲小国赖索托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失业问题非常严重 不少赖索托人他们找不到工作 只好远走他乡到南非去讨生活 但这却让南非的排外情绪日渐升温 所以赖索托到底该何去何从 请看约定TV记者在赖索托的特别报导 傍晚时分部落酋长的儿子Israeli带着记者朝山上走 这一晚我们要寄住在酋长的家 抱着要送给酋长的礼物 记者跟Israeli缓步走上山坡 天色也渐渐暗淡 好不容易抵达Mr.Chappell的家 酋长领着我们入门 屋内相当宽敞 却是没睡没电 酋长说他所统领的150个族人 在部落内大都找不到工作 必须大老远跑到外地工作 才能赚钱胡扣 It's very very hot 夜晚的部落没有营火 也没有人跳舞 跟记者过去对部落的印象大相径庭 用过赖索托传统食物爸爸后 Israeli跟哥哥Telly开始修理起收音机来 借此打发 慢慢长夜 隔天清晨五点不到 太阳还没露脸时 Israeli早已起身准备出门 只见他推着拖车 熟门熟路的在漆黑里摸索着 这是他每天例行的早课 要到两公里外的水井取水 水龙头流出 辛苦从山下抽上来的水 装了满满一桶 在费劲扛回推车上 Israeli有一个人 重回黑暗中 对赖索托这个全境平均高度 位居世界第一的国家来说 缺乏水资源的现象相当普遍 水就像汽油一样珍贵 大部分的民众虽以务农为生 却很难重活高经济价值的作物 只能仰仗外资设立的工厂 获得稀少的工作机会 跟随向导前往首都马西路的工业区 一探究竟 更能了解一只南球的酒精 我必须来到这里 没有视频接近6或8 如果他们可以找到这的台独 找不到工作的工人 每天聚集在工厂外 希望能够幸运接到临时工 但大多数人仍然是一筹莫展 也有不少赖索托居民 干脆远走他乡 到邻国南非寻找出路 抱着刚满三岁的孩子 今年25岁的Violet 已经断断续续在南非工作超过十年 她说自己之所以会离乡背井打黑工 真的也是 逼不得已 出生单亲家庭的她 常年在外地打拼 寄钱回来供养母亲 以及两名年幼的弟弟 她说她很想回来 很想在赖索托生活 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 然而在南非那机会之境 却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 南非这个现代语言士的完美综合体 是非洲最现代国度 吸引不少邻国劳工 带着发财梦来到这里 不过这也对本地劳工形成压力 很多人从其他国家里 需要工作 在这里工作 也在做我们的工作 我们也在做 所以这就是没有办法 禁逐工作的压力 让南非民众的排外意识越来越强 也威胁到外籍劳工的生存安全 来自赖索托到南非争取工作的劳工 自然也不例外 地处强国边的小国 究竟该如何养活自己国度内的居民 成了赖索托政府最大的难题 1986年赖索托与南非合作 启动高地水源计划 在赖索托的河流源头建起水坝 却不是要供水给当地居民 而是要输水到南非的工业区 当局不但希望能借此筹钱 更希望能用水换电 解决国内常年缺电的究竟 然而却因此牺牲了自家水源 并排挤河流下游居民的水泉 把自然资源当成国家进步发展的筹码 是不是能就此脱离贫穷困境 赖索托的小国之路 依旧是一条漫漫长路